不然今天朱雅虎跟李文聰同事提出抗告 可是两个人港帝没港名 同事提出抗告两个人完全不通命运 咱们不通命运刚讲朱雅虎是 你已经被部分撤销 原裁定部分撤销 你发回台北地方法院根审 这个就代表你有可能放出去 而且放出去的几率非常高 但是李文聰我把你驳回 驳回了你继续要坐牢 你说这东西出现了一个微妙变化了 保安哥现在神经是全台湾最幸福的 为什么 因为只有他可以偷看未来人生的剧本 现在高院的法官等于跟你讲说 来 神经经我给你看 未来你就这两条路 一条路叫A 一条路叫B A是什么 坦白从宽 朱雅虎 对 朱雅虎是谁 沈经经的小弟嘛 所以你说今天这个裁决是做给沈经经看的 一边是朱雅虎 一边是李文聰 你要跟朱雅虎一样 还是跟李文聰一样 对 那朱雅虎是什么 朱雅虎是沈经经我们讲他其中的一部 换言之他在整个行货的过程当中 朱雅虎只涉及到一小步 他就可以代表沈经经未来该怎么做 你看他说朱雅虎设办的条例是第十一条第一项 这条叫什么 叫做行货罪 他说叫罪嫌重大 但 但是来咯 检察官没有举出任何具体的事实 足以认为他有逃亡 篡政 篡贡之余 等一下 宝雷哥 我们看一下上次的 怎么讲了 不是耶 上次你的说法是 朱雅虎大做出的家人都居住在国外 而且你朱雅虎有在国外制裁 所以你有潜逃国外生活的能力 甚至你可能逃亡国外 规避罪责的强烈动机 有逃亡之嫌疑 甚至刚刚讲的 你现在还有勾章共犯及证人之嫌 现在这些东西都没有了 都没有了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现在的朱雅虎已经洗白了 他是个好人 他是个健康的人 为什么 因为即便他过去 这其实证据已经非常明确了 就说他有国外啊 而且可以自产 而且有逃亡的依律啊 因为你国外自产 搞不好他家人也在国外 因为你现在的第十一条 你同样都是对公务员违背职务的行贿罪 这个行贿罪没有什么变化 可是你同样在国外有制裁 你同样国外在家 这个在外面 你可以长期居住在外 可是现在告诉你 他说现在朱雅虎已经没有逃亡灭阵 穿阵的嫌疑了 不具体 通通不具体 你国外有房子是不是 不具体 你家人在国外也不具体 没关系 反正呢 高院法官说不具体就不具体 完全推翻过去地狱的见解 那只代表一件事情嘛 明明同一条罪都是同样的 没同罪 那为什么差别这么大 玉璃有很简单 他招了 他招了啦 他就跟你讲嘛 我才跟你讲没有三七二十一的啦 我跟你讲你有可能串贡 我跟你讲你有可能逃亡 但只要你坦白从宽 这些事证我都跟你讲都不具体 所以神经兴看到这个他会想什么 他在跟神经兴讲嘛 你只要把柯文哲详细的金流 包括冷钱包跟你到底怎么样行为了 交代出来 请问一下神经兴明天可不可以看太阳 可以嘛直接十万里极箭快马加鞭 马上就给你发回根材了 叫你神经兴明天你只要交代马上抗告 我跟你讲你就不用在医院在那边干扣看电视 你马上放你出去回去你的金华城 金华广场逃出医院随便你 开开心心爱怎么样怎样 但是那李文中呢 你如果抗拒从严 就如同你现在不从事到来 你看李文中 设贪污罪第四条第一项第五款 来哦第一件事情 他是最清本刑五年以上有刑 是这样是什么意思呢 重罪 这是刑事书法里面的重罪 而且他其实讲的 其实你如果犯的这一条的话 你是十年以上到无奇徒刑 如果今天高院用这一条 继续这样讲的话就代表 你李文中已经确定违背职务收贿了 对对吧他不跟你啰嗦 他说文养有事实认定呢 你为灭政串政 他也不跟你讲什么事实 好不好他也不解释 反正我说你会专严政灭政 因为你就是不从事到来 在第二件事情 限制住居呢 或者其他侵害的手段呢 根本没办法确认追诉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 你今天李文中想都别想 我跟你讲没有其他的方法 我就再把你压下来 但你知道陈金金看到这个 绝对会打一个冷战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说不对啊 陈金金也是一到七年 也是11条第一项嘛 保险哥对不对 错了你知道什么 他还有什么 特别背信罪 他有背信 七年以上 七年以上所以你又会变成李文中 而且他一罪一罚 你现在不配合 我就让你变李文中 你就是七年以上 特别背信 所以呢 最新本息五年以上 保证你要干嘛 一定会逃亡篡政 我保证你 一定会跟李文中一样被压 也就是说 你到底有没有逃亡 灭政 篡政之余 是法院说了算 不是啊 你死命的第一家家里 今天我要说 你是行为 我就说你是行为 我要说你是特别背信 我就说你特别背信 所以沈金金看到没有 未来人生两桃一条是什么 光明璀璨的道路 搞不好呢 你还有机会呢 去救救你的地基 救救你那个可能浮起来的 百分之八百失容几率 你如果完全不配合 你就会变为李文中 所以这个是在干嘛 最后我们讲的 111亿 如果是给李文 给我们讲 沈金金 极限施压的话 但这个叫做什么 恩威病施 换言之 今天给你沈金金 两条路 有一条路 有恩 同时我也把你压到极限 如果你不配合 你要被关到死 你的八百事 会变成烟消雨伞 你的威敬机团会垮掉 但如果你配合 瞬间 你有可能出去看到 明天的太阳 你有可能拯救你的八百事 就算没有 还有保住五百六 所以保洁哥 这两条路 该怎么选 而且你说 这个恐怖在哪里 这恐怖不是北检的态度 这是高院的态度 这是院检双方的态度 也就是说 今天高院 如果做到这个判决 就代表 以后你要打官司 你要进到法院 你要判决 结果就是这个样子了啦 对没有错 为什么 因为今天检方 他当然是以往最重型去追溯 但是今天院检的态度 他会变成一个关卡 什么叫做关卡 今天高院的态度出来 你这样做 我就会给你发挥跟踩 你这样做 我就给你压到底 那压到底的同时 这个叫什么 等于是有罪印象 他已经确认 他的罪责 基本上已经无误了 但是这个东西 代表什么 他有一个逃脱的空间 检方或许 可以一直提出上述 一直提上述 但只要院检的态度一出来 包括高院 包括地院 包括检察官 都不可能突破 这叫设置框架 换一次这个态度代表什么 代表高等法院 对于金华丞案 所有的证人 都示范一个榜样 这就是我的框架 你一直要交代了 各位还记得吗 包括我们讲的 放出来 镜头看那些消息里面 他有一个很关键的一句话 他对举止说什么 也是一模样的概念 他说你如果不回来 我有可能通气你 我有可能注销你的护照 但是你回来的话 宝贝哥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是证人 他说获得免刑 他直接跟他讲 你回来交代 我就不怕你罪了啦 就这么简单嘛 因为你从镇文财的案子 可以发现出了 镇文财的案子里面 我只有一个对象 那个对象就是镇文财 你任何人就坦白成宽 抗议成员 你任何人 你只要坦白成宽的话 我的罪行都是用 最低的去量刑 同样的 今天在这个案子上面 我只有一个对象 我只有一个目标 那个目标 就是柯文哲 其他人 我能放就放 对 因为现在对于曾经来讲 根本这些都不重要 柯文哲对他来讲 怎么会重要呢 对不对 反正他已经不是台北市长了 只对他来讲百害无一利 所以现在他只能讲一个 很简单的概念 因为金华城所面对到的 不是八百市保不保的问题 也不是台北市政府 到底有没有让他 继续施工的问题 而是他未来 保险哥是什么你知道吗 能不能卖的问题啊 你现在不能卖 甚至是你没有钱 搁不过来 没有办法把他兴建完毕的话 就算你拖 现在说我可以拖 我还有现金水位 我还有五十 我还有一百 我还有怎么样 然后银行还有连贷 请问保险哥 就算这样拖下去 省庆金他如果压在里面出不来 这件事情金华城盖得完吗 盖不完 根本就没有那么复杂的问题 你说这样的话 省庆金会出不来 对 省庆金只要出不来 我跟各位保证 金华广场我管你现在 十八般五亿 你就是不可能盖完 你也不可能卖掉 因为金华城 不管八百四五百六 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 省庆金人必须出来 但如果你不出来 我跟你压两个月 再延压两个月 最后马上给你起诉 起诉之后法院再判定说 再把这个家伙继续压下去 等于是 就算你只判刑五年 保险哥 金华城经得起五年的 这个我们讲折腾吗 根本经不起 所以这个度小省 自己要想清楚 所以不动 刚才讲的 今天 刚才我保证 朱雅虎跟今天李文中 两个人同时提出抗抗 一个刚才讲的部分撤销 把你发回跟省 另外一个 我把你直接驳回 就代表你坦白从关 抗拒从业 而且李文中的罪 已经确定了 这个法院有四个字 叫做法官新政 法官的新政 在地院的法官认为 他有逃亡 他有串供 他有家人在国外 他家有还自产 都是法官的新政 那高院的法官认为 什么新政 不具体 三个字解决了 地院讲的这些 要压他的理由 都是你的新政 你有你的新政 我有我的新政 那高院为什么 会有这个新政呢 当然你在提出要 这个要申请这个 要申请抗告的时候 那一定也是 检附了相关的资料 那我包括我认为 我认为北检的相关的 这些的所谓的这些的 所谓的调查的 调查的犯罪事实来讲的话 包括沈进金可能 之前的一些的侦查笔录 都有可能是 这个都有可能是 律师可以去调阅的资料 所以他有可能 减负的沈进金资料在里面 所以在这里面来看起来 这个东西朱雅虎已经不重要了 所以换言之讲 我认为这个就是一个 所以你说朱雅虎不但是 坦白从宽 抗拒从原 更重要的是 朱雅虎你现在工作的 你已经不重要了 现在重要的是在 沈进金身上了 对 他根本认为 因为沈进金 因为这个抗告 为什么他会发挥的 会成功的理由 因为他这个抗告是在 他扣押111亿的 土地之后的抗告 对 所以他这个抗告之后 换言之讲 态度已经改变了 这个翻天印打下去 扣你111亿以后 沈进金的态度改变了 当然改变 朱雅虎改变 你是说因为 沈进金的态度改变了 朱雅虎就不重要了 朱雅虎态度也改变了 所以你从这里 可以感觉到说 沈进金的态度改变了 这个事情本身 就是在土地扣押之后 才发生的嘛 那所谓的要 逃亡的具体跟不具体 你不会逃亡的嘛 你土地被我扣押 你逃亡个鬼头啊 你去逃嘛 你逃到哪一国 我就不管你 你偷得 新冠银行爽歪歪的 土地给你拍卖掉 对啊 情势做了 这叫做 这是另外一个法律名词 叫做情势变更嘛 你说朱雅虎现在 这些东西都可以适用 在这个沈进金身上 因为你也不可能逃亡了 因为你的土地被我扣住了 对啊 逃亡个鬼头 他现在反而要去当 反而当污点比较重要嘛 对不对 从这样子看起来的话 李文中到今天为止 还没有投降嘛 李文中还在那边 抗拒重言嘛 当李文中的案情 有变化的时候 所以我刚刚在谈 在看到这个 在这个裁判文之前 我的判断嘛 我认为北俭掌握了 绝对的主导权嘛 对 所以他不急得 不急得去征询这个沈进金嘛 反而倒要急得 观察李文中的态度嘛 那李文中的态度 从今天看起来 跟他收押的时候的态度 是相同嘛 他没有招 所以可能还要在 可是你要知道 那个看守所的墙壁 的体感温度是几度 你知不知道 几度 是50度 他50度 李文中能够撑多久 我不知道 但是早晚会遭 因为很多具体的事实 已经从外界 不断地浮上他身上嘛 包括最近去查的 所谓的这些 这些的政治现金的问题 都跟李文中有关系啊 所以李文中赖不掉 所以你说今天去查 中华基金会 就是给李文中施压了 都是李文中啊 这个包括那个什么 木可公司 全部是李文中干的 那另外他那个部分 还有一个严重的 叫做重金的背信罪啊 那个也是他七年以上 有期徒刑啊 他搞什么东西啊 李文中啊 李文中到现在为止 他是根本无法解套嘛 那李文中跟这个科匹 之间的这个的 两个互动关系 那当然是李文中 要去当物点证人嘛 那李文中这个人 他也不可能去陪他 他也是快六十岁了嘛 六十五 他也六十五岁了嘛 那他如果 他可以减免二分之一啊 对不对 如果十年的话 他关过五年 然后假释一下 很快就出来了 对 至少七十岁 还可以出得来 对 七十岁 有可能七十多岁 可是科匹就搞到八十岁了 对不对 所以他怎么可能 跟他搞这个玩意儿 所以我认为李文中 也会软化 也会投降 但他这个之前 我从这个朱雅虎的 这个新的裁定文 来看起来的话 有机会 有机会交保的情况之下 这是一个 沈静晶的先行指标 我看沈静晶下个礼拜 应该交保有望 好 欧阳 请看到这样的一个裁定书 今天是写给 这个沈静晶看的吧 这是给沈静晶告诉你 你就这两条路吗 而且如果从朱雅虎的 这个你上次还讲 你有逃亡 篡政的先衣 所以你的家人都在国外 你在国外有资产 你有能力在国外生活 所以今天就算把你交保出去的话 你还是可能跑掉 怎么今天都没有了 那到底是朱雅虎不重要了 还是刚刚像吴董说的 今天沈静晶已经做部分的招任 朱雅虎的供词就不那么重要了 其实这个裁定不止 沈静晶的律师在看 我相信映晓维 彭正森 所有被羁押被告律师都在看 所以朱雅虎的第一个骨牌 对 因为现在羁押在里面的被告 大家都想出来嘛 朱雅虎是为你示范 你怎么样出来的第一人 在这个裁定书里面 其实为什么现在法院 他不看说你什么家人在国外等等 就是法院认为 你好像能招的都招了 所以就算你要改公职 你改口供 或说你不回来 现在在检察官那边 已经拒绝的笔录都做好了 所以你的证词已经确定巩固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认为朱雅虎招的部分 绝对不止这几天新闻披露 那什么210万人头 一定有更多 对 因为如果你只有这210万7个人头 这些少许 一定继续压 但是如果说在一般认为说 他所知道这背后的整个秘密 都每一条线都已经交出来 才有可能得到今天高院所讲的 你已经没有这个所谓的沟窜的疑虑了 他才不用去论那些什么家人在国外这些种种 所以当然他是发挥更财 所以你说你现在在不在都不重要了 就是因为他 我认为检方这几天的循现 应该都跟他讲的东西都有关 就是检方已经具体行动 去抓他讲的那些东西了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李文中 应小为 沈庆经 谁会先心动 我懂了 我上里边一直很困惑的一点 就是说明明朱雅虎已经招了 他已经认了 你已经招了你的认了 为什么我还要帮你收押境界 因为你认了不重要 是你认了以后 我要按图所记 如果你今天招了以后 我按图所记 证明你讲的是对的 对 你才可能出来 对啊 当然了 不然难道随便唬乱两句就出来吗 一定要检方他要去抓到顺藤摸瓜 真的找到东西了 原来是这样子 所以印证了他当时的坦诚 确实是真诚的 在这个部分下才有可能会变成说 高院认为 北院你可以重新想想看 那接下来谁先动心 谁能够当第二个朱雅虎 我觉得接下来大概要两三天的时间 让那些其他人的律师 去跟当事人讨论说 现在朱雅虎这样 我们要不要重新理定要诉讼策略 对 如果你想要出来的话 要讲要快耶 你知道吗 检方 同一件事情 而且你看到了 如果按照朱雅虎这个东西 你按照这个 财富这一条的第十一条 你是清罪耶 你搞不好连关都不用关耶 对 所以对于沈庆金来讲 他可能是认为他跟朱雅虎比较接近 但是另外 比如说以印小维 或者是彭震生 对 这个角色他也知道柯文哲非常多事情 他也在容积审议的过程当中 他也知道很多事情 那现在所谓的污点证人的名额不多 朱雅虎已经招认了 接下来谁还能上那台车 如果说两三个人上车之后 检方的这一道门就关起来了 会来不及 没有污点证人了 因为你大家都两三个人招认 确实顺藤摸瓜也找到东西了 对 那抱歉 尤其是那种还不肯出来硬讯的 那个真的要小心 搞不好犯后态度 他就以你不肯出来硬讯 再给你多记上几笔 往后在良心上面可能会从中良心 你讲的就是橘子 不是 他讲的是阿伯 阿伯 就不出来的 我不要硬讯的那一个 好 所以 所以你说你看到这个东西 你感觉到说 真的有一个新的进展 因为这个东西 从朱雅虎能够发回根审 就代表朱雅虎这个东西已经完全巩固了 完全巩固之前说你在国外有资产 你有家人在外面 你就不用担心他逃亡了 我想朱雅虎今天被发回根材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他就是模范生事犯 就刚刚那个苗伯雅讲的 高院或是北检 他们也想给其他的被告看看 你乖乖的就有机会出去 回家吃饭了 第二个可能北检在现场的态度 也没那么坚持了 因为我们以前公务员也是一样 我们在跟人家打行政诉讼 如果我们有心要放他一条路的话 我们在庭上的时候就会说 也可以啦什么的 北检有可能是这种态度 最主要就是 你说北检没有坚持 等到发回地院去 就知道北检有没有坚持了 所以这就是告诉大家说 你就老实招供吧 那这几天有可能就是像刚刚阿苗说的 针对朱雅虎所招供的东西 去进行查证 所以我们发现说他又约谈了很多 我们之前没有发现的人 就是去查证 查证属实以后北检 今天在高院法官面前可能就会 没有拿出新的他会串证之余 因为他所说的证 我都已经去查过了 OK 如果他查证的过程是 发现跟朱雅虎的口供不一样的时候 他就可以举出给高院看 没有你看他讲的跟我查的不一样 他还是有说谎 他还是有串证 所以你第一说今天朱雅虎可以发回根审 是不但是他招了 而且他招的东西经过查证都是真的 对已经没有误差了 要不然的话北检也可以当庭拿出来说 没有他招的东西我们去查了 他还在说谎 他还有串证 可是今天北检已经没有拿出这个东西 没有串证是重点 所以今天法官才说北检已经没有拿出任何具体事实 说他有灭证串证之余了 代表说人家都讲了 你也都查了 都是吻合了 没有灭证串证的嫌疑了 那今天李文中被驳回 里面我认为很重要很关键的一句话就是说 法官认为他收费一样是涉嫌重大 也就是说北检其实手上的证据就让法官 高院的法官也有新证 他就是有收啦 可是他不是违背职务 因为他不是所有权限去决定这些 这个收费或进化成影响的 而是他有他是帮助犯 他是共犯 所以今天北检的这个证据 我那一天跟这个专案小组人在聊天 我说你们扣押的理由还是徒利 代表你们还是没有找到钱 他就跟我讲了一句很专业的术语 他就说这个办案都是浮动的 罪名也是浮动的 意思就是 办案是浮动的 对 罪名也是浮动的 意思就是叫我不要太将就 太去较真他们现在扣押的理由是什么 一切都是浮动的 好 所以你看 刚才讲到这件事情看起来 最后一礼录已经确定了 剩下就是两个关键人物 第一个 李文中你招不招 第二个就是沈庆经理的最后话 鸭了 保持哥你看这个高院的庚才书 看完以后就一清二楚了 你拿历史故事来一讲大家就懂了 商鞅变法喜目利性啊 谁把那个木头从北市移到南市 50斤 那有可能我就发给你 朱雅虎准备要雅虎了啦 他马上要OK了啦 你看他里面怎么写 两个人云泥之别 李文中直接驳回 你要压 为什么你根本没有认嘛 把这个整个金华城安第一个认罪人是谁 朱雅虎 就是朱雅虎啊 可是当时他认罪 才刚认罪还觉得说 整个过程他所认的内容 你要去勾计嘛 要查证 你要去比对嘛 朱雅虎到底讲了多少事情 其实我们并不知道啦 但后续显然对于整个检方办案 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他是第一个认罪的 第二个 你看他里面所讲的 朱雅虎又不是设犯5年以上 你是在压他压他的春天 为什么要压他 你看公元讲说 他的罪嫌并不是5年以上的啊 然后呢 这个检方也没有举出 到底你是根据什么 认为朱雅虎一定会逃亡 灭阵跟串阵 内上的压他干嘛 对 上次压他的时候就是 觉得说因为刚刚办这个案子 所以显然 我刚讲醒目利性嘛 大家都怀疑 全部人我都不相信 但是压完了朱雅虎跟这个 李文中还有相关人等之后 现在朱雅虎显然是 所有人当中表现 最符合检调期待的 对 就是你就把所有内容都讲了 所以你看喔 李文中直接驳回 朱雅虎发回根材 我不敢讲100% 因为90% 他有可能会交保 一旦交保以后 就是那个喜目利性的 50斤发出去了 原来这样子的待遇会是这样 而且他用的那个法条是 非常轻的法条 非常轻 然后看来可能被交保 那就讲下一个谁想雅虎嘛 谁想雅虎我也可以回家了 那所有人按照朱雅虎的方式 你一定要认罪 你要攻出 检方要你攻出的 那个犯罪的过程 账户也好等等 都把它讲出来以后 你就有可能会得到这个 就是朱雅虎的待遇 可能就交保回家了 第二个 整个案子办到现在 其实基本上 我觉得台北地检署也很辛苦 因为很多东西攻不破 那就是囚徒理论 谁都不招 但朱雅虎招了以后 他现在不是要朱雅虎招 他是要朱雅虎的老板 沈庆青要招 沈庆青招了以后 那你囚徒理论 柯文哲就破掉了 沈庆青不招 柯文哲不招 那两个人就撑在那边 就是柯文哲 大家可以上网去看个影片 但如果两个人 两兆有一个人招的话 另外一个不可能招的人 反而是中罪 所以这个时候 他就要告诉你 当朱雅虎 他愿意认罪的情况之下的时候 他的待遇是如此 不是跟大家讲 你招了就没事 而是如果你配合检法班 把这个关键的证据 调出来之后 那么对于你后续的 整个司法待遇 会是比较对你有利的 而朱雅虎的这个 现在目前 发回跟裁的这个动作 就是在告诉同案所有的人 律师会告诉他们 现在进入在哪里 他们就会有不一样的想法了 好 所以 或者刚刚讲 现在进入了这个囚徒理论 囚徒理论最为难的 其实最有一个关键的 就是沈庆金 你现在刚刚讲到 你现在的行责 你的生命 还有你的财产 你自己现在要做最后抉择的 你说就是沈庆金了 是啊 事实上沈庆金 我蛮认同刚刚 其实董事长讲的 这个朱雅 因为我不太确定 他们两个是什么时候 提出抗告的 如果说 今天提出抗告 今天提出抗告 那就很有趣了 为什么很有趣呢 他为什么之前不提 他为什么之前都不提 这么长的时间 为什么朱雅虎都不提 反而是沈庆金被保外 现在是在医院里面 他突然之间就提抗告了 你如果从头到尾都觉得 我都已经交代了 已经交代了 很清楚了 你为什么 你应该当场 人家裁定你的时候 你就提抗告啊 他没有 等到这时候 那我觉得中间 唯一的大转变就是什么 就是111亿被扣了 然后沈庆金后来就要身体的一些状况 然后就到医院去了 所以我觉得朱雅虎跟沈庆金之间 比如说是不是真的 朱雅虎认为 沈庆金都已经到医院了 而且都没回来 代表什么意思 特懂啊 不管是沈庆金的态度 倾向要跟检方配合还怎么样 但我认为 他这个时间点 才提抗告 是有他的值得玩味 第二件事情 我也不认为 检方马上就OK了 为什么 因为现在是高院裁定 回去地医院还要再裁 那地医院裁了之后 还要再看嘛 如果地医院裁就说 好那你不用押了 你要看检方态度 检方有没有提抗告 如果地医院裁定不用押了 结果检方没有提抗告 那就代表他真的 能吐的都吐出来了 不认为检方 他今天这讲法是说 检方没有提出说 他有什么逃亡犯 逃亡串政灭罪的嫌疑 代表检方今天放水了 也许或者是说 他回到地医院之后 再进行攻防 可是我认为 朱雅虎之前没有提抗告 这个时间点才提抗告 而且是等到沈庆金 现在感觉上 我们都认为 现在因为沈庆金 111亿的土地被扣了之后 他现在态度可能会 取向跟检方合作 第二件事情 事实上大家可能就是 今天不是新光银行有出来吗 那今天新光银行出来 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个贷款什么 你这100块才贷了40块 不用担心 但你不要忘了 新光银行当时在跟 顶月这边 在签一些合约的时候 其实是有很多没够的 没够其中我认为 跟这一次扣押 最重要关键是什么 他说 他说这个受信合约 就是我们这个借贷关键期间 这个要经过三次的一个审核 这三次审核要审核 你这个案子的预售 销售率及信托专户的预售 收到这个钱 如果你这三次 没有审核过的话 其实这个借贷方要拿出现金来补足的 好 他这三次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第一次是在2023年的10月18号 他说那时候在检验 结果发现你的销售 跟你的那个没有扶到他们的标准 所以那时候他就要求 他们要拿出钱来填 就拿出来就是在今年1月 好我要讲的是什么 如果现在第二次检查 第三次检查 因为现在整个停工了嘛 你没有人敢买 没有人敢买 销售不如预期的情况之下 你现在银行团是要叫你 把那个钱补回来的 所以沈静晶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大了 沈静晶他们现在搞了另外一招说 共产生最怕无天流 我就无天流 怎么样无天流呢 他的地基是用原来进化成的土地 用进化成的地基 用进化成当时挖的地下贴基 我如果今天上面没有一个 够沉重的物品压住的话 他可能摊坊 他可能摊陷 他可能造成周边 整个公共安全的问题 没有想到 这个金融城沈静此处大绝招 抱歉 沈静晶在台湾 这个桑姐也算是九命怪猫 你太狠了吧 他曾经写过一本书 他的自传 他叫突围 他现在想办法怎么突围 他现在出的第一招是什么 所以你有你的阳关记 我有我的过桥梯 好 他怎么出招 第一个 目前为止来说 这个金融城不是已经地下室 大概都盖好了吗 开始往上盖 目前为止 他的现况就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好 那现在就说 工程的这个专业就来了 看到问题了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不继续盖下去的话 保洁 这个未来的这个 这个周边 可能会有坍塌的危险 为什么 可是连续并不都已经盖下去了吗 对 你知道这个地下工程 不都已经稳固了吗 对 没错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目前为止来 他是用过去金华城的这个地基 所以金华城的地基是在的 在的时候呢 保洁你知道 因为如果你这个地基 他是地基这样 中边是空的 等于四边的压力会往中间挤压 所以你要挤压的时候 你上面要有重量 再把它撑开来 要把它撑开来 这样就可以稳住嘛 但问题是你现在压力 上面没有东西的话 他这个压力会逐渐往四边去靠拢 所以有一天来说 如果你继续不盖 OK 他现在就透过那个工程单位 去跟这个很多的 这个有关单位反应 说你不盖的话 这恐怕会有坍塌的这个压力 你从围经集团 现在耍狠了 所以这一招来说 当然 你要冒着这个公安还有坍塌的压力吗 那第二招是什么呢 第二招就我看看银行团的反应嘛 你的目的当然 你的目的就是逼银行团 给你中金市场 要收散 对不对 或是让我的股价下跌嘛 对不对 那目前为止来说 我觉得 沈金晶目前为止还在观望 他不是不会低头 他还在观望 他在观望 为什么还在观望 简单我跟大家讲两件事 第一个 因为这几天大家说 有中十万不是股价暴跌吗 每天跌 10块跌到这个8块 然后中工都跌到11块 那我跟你讲 跌得还不够 还不够 如果继续跌的话 他压力会大 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中工跟这个金花 跟这个所谓 跟这个中十万 他们交叉持股 而且他们懂 今天很多都是直压 直压是怕什么 你跌过头的时候 他直压就要还钱出来 他就不值钱了 他就会被断头 股票断头之后 股价会跌更深 跌更深之后 就会有连锁反应 对 所以现在还跌得不够 他还觉得 我再看看 如果真的跌到 他那个价位的时候 他或许真的就会认输 这是股价第一个 第二个是什么 银行团的态度 我们不是说 他跟这个星光 星光借了那么多钱 他当时年代银行 星光本身就借了他 一百多亿 一百五十亿 这个银行团 筹署的这一百五十亿 那因为今天刚好是 这个星光的股东 他们在讨论这个新兴病 那就有股东很担心这一点 就问星光的这个总经理说 我们这个金花城的 这个钱要怎么办 就在这个目前为止 星光的表达是这样 因为有150亿会不会对 这个造成影响 那星光就说 这个年代150亿 这一笔土地只有做土地融资 没有做建筑业的融资 所以他们会跟中石化考量 就是说 现在炒出一个解决的方式 他说目前为止 还款都很正常 就是中石化可以缴席给他 所以目前为止 看起来是没有问题 另外就是说 因为单薄品有100元的价值 那当初只有借放他 大概48到49元 只有一半 对 所以 然后他看建价报告 这个建价报告来说 当时的建价报告 是用容金率560去计算的 所以他现在的这个840来说 实际上他是低估 所以他就说 也不用担心所谓的 单薄品的问题 所以目前为止 看起来 银行团是没有要对 收散 中石化收散的这个状况 所以目前为止 沈静静在里面 他应该也知道这个消息 沈静静 我跟你讲 他的自传叫突围 他突围过那么多次 很多也都快要倒 他为什么能够安然度过 他显然也经历过这些 所以他想 好 我先静观其变的一个状况 那为什么这样 我就跟他讲 现在要断沈静静的命脉 就是第一 股价让他继续下跌 他会有这个 质压的这个压力 第二个就是 好 你不听话的话 我真的开始给你查 560到392到560的时候 可能就会对沈静静 造成一个压力 或者是说 金管会到底不会出售 金管会会 施压新光金 对 就是介入说 但是问题是因为 从这个待放比 这些单薄品来说 这个金管会讲话 这样就变成是你政治压力 所以目前为止 看起来的话是不会这样做 但是我觉得 沈静静现在要想一个点 为什么 因为没有错 现在目前为止来说 你都没有短期的问题 短期的压力 但是宝球跟你讲 如果这个官司 因为金华城这个官司 你土地被扣压 你就算盖好了之后 你可能会承担 更大的财务压力 因为你把它盖了之后 你还要很多钱进来 但是如果卖不掉 会困住你 那反而是 如果时间拖得越久 就会对你越有 越大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 还在持续思考之中 他或许呢 我觉得如果真的 再对他施压的话 我觉得他还是 有可能会让步的 好 鼠卫 我们再看很多事情 都是棒打老虎鸡之虫 就是一物客一物 本来我们台北市民 是看好戏 在观看这些东西 可是你今天讲说 现在沈静静他们 居然 人为刀之我一说 他把台北市民 当成这个威胁 你如果不让我盖上去的话 我这个金华城 这个金华广场 我就是烂尾楼 那你说烂尾楼 有什么了不起 烂尾楼没有了不起 可是我上面如果盖不上去的话 这个地是有可能摊坊的 其实早在五六月的时候 我就特别留了一个心眼 我就告诉建婉处说 还有都发局说 你们要去注意 金华城这块的 所以他现在威胁台北市政府 我也不知道说 他们是怎么沟通 他们内心在打什么算盘 可是不管金华城 打什么算盘 台北市政府都要考虑到 公共安全跟工程安全 所以我从五六月的时候 就已经跟杜发局长讲 你们一定要去进场了解 他的工程安全 所以市政府就有拜托 他们的建造厂商 还有工会 要帮我们注意一下 就是金华城的建造 这个公安的问题 那今天就完处长 就是忧心忡忡有来找我 提到说 关于停工的时机点这件事情 可能要想一下 因为现在金华城是这样 金华广场是这样 它地域挖得很深 可是那一块土壤 第一个是比较属于软土 软土的这个土壤 第二个 它地下水位比较高 我一开始也听不懂 它就说上面不够重 因为上面现在才盖到 一到二之间 还不够重 然后下面挖太深 然后再加上地下水太高 所以它是不是会有一个 不知的状况 这会有危险 对 所以它说一定要等到 叫停工要等到 上面盖到够重以后 他就这样讲 因为我们不是工程的专家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 好 那台北市政府 可能要尽数的 连同土木施工会 要进场去看 它目前的工程 第一个品质怎么样 你知道因为现在 老板有去拐 人心惶惶 财力又可能有点问题 在施工上面的品质 可能都会有点状况 再来就是这个净化成 当时它就又有一点 我觉得有点用 陶贤薄的方式 净化广场 因为它用了地基 是原本净化成 白化工程的地基 所以它省了开挖的成本 其实开挖成本是非常高的 不过我不知道说 为什么当时它的工法是可以 因为我们在调查小组的过程之中 提到说有委员质疑说 你怎么还想拿这个融机奖励 你又没有挖地基 然后我们想说 为什么会吃完吃到这个 才知道说它是原用 原本金华城的地基 然后还想要拿融机奖 所以以前柯文哲市政府里面 给它可能的方便都给了 对 如果说公共安全是许可的话 我没有话说 可是现在就是金华城 他们自己也要保证 他们的公安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毕竟它的基地太庞大了 万一有一些什么下陷 或是公共安全 其实会影响到周围的居民 这也就是我们一开始质疑的一件事情 就是它的土地融售度 如果是560的融机率 你现在柯文哲 柯市府 不管3721 又给它20 又给它30 让它搞到840 大家知道未来 它是四大栋的建筑物 下面我记得是七层吧 上面也是十几层 下面有七层 对 我记得它是一个非常 未来是一个非常大的量体 比原本的金华城百货公司 多了很多的量体 你下面如果挖了七层 那代表挖得非常深 你如果挖得非常深 你要有多大的力量 把它给压回来 所以我们当时就是考虑 除了说这个融机 楼地板面积 是一个非法的融机奖励以外 更重要的是我们担心的是 公共安全这件事情 就是那一块土地 到底能不能承受 这么重的建筑物 大家不要忘了 以后不只是建筑物的重量 人要进驻 家具要进驻 车辆要进驻 这到底会不会有 土壤的问题在那里 现在刚刚讲 现在沈金 这是刚刚石松讲的 他以前写过一本书 这个是小沈年轻的时候 这个你说当倒大的时候 突围 像命运挑战的竞争战事 他现在居然用这个东西 去威胁台北市政府了 他当时写这本书 后来被台北纪念署起诉 他在那边写一对 他自己犯罪事实都忘记了 你知道吧 灰头土脸 这是这本 他的自传 但我刚刚简单看了一下 金华城的地基 大家不要担心 是全国最深的一个地基 地下深度85公尺 他的深度比超过101 所以他用原来这个概念是对的 是对的你知道吧 但是因为你的深度 他的深度比101还深 他地下深度是85公尺的地基 85公尺地基 什么概念 我现在讲给大家听 与台北市的地质状况 因为我是学旷野地质 大家多好懂一点 大概在60公尺左右 我们就会打到西中 打到沿盘 沿盘 就会打到沿盘 所以他这个已经打到沿盘 这个基础是稳的基础 但是你突然间 上面拆掉之后 就空了 所以他本来这个基础 在在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 下面是一个 上面是一个稳定的压住的东西 但是它靠什么压住 靠上面的建筑物也要压住它 这整个才平衡 力量才能够平衡 否则的话 你现在上面没有了 只有这个基础的话 你旁边这个地 我们这个地是有地心引力的 撑不住吗 不是 你旁边的各四面八方的压力 会往这边压缩回来 所以地区会垮掉 所以它必须要 它盖到一定的楼层 它一定要再配重 那个再重跟配重 足以把它压住 那就平衡了 这个在工程学上是没有问题的 对 而且这个地基本来就可以用几百年了 这是OK的 你知道吧 这个是很好 所以它用这个方法是节省了很多的 节省了部分的工程费 还有一个 它现在帮它执行工程的营造厂是谁 是华雄营造 华雄营造是日本的雄谷主 是TOKUMA TOKUMA是日本一流的建筑公司 它的营造工程绝对没有问题 比台湾好太多 它们是世界级的营造公司 小沈当时讲过 我不会给中华工程去做这个案子 它专门找日本的华雄来做的话 它盖出来的东西就是世界一级的东西 那现在怎么办呢 那现在你就打不了它了 不是 继续盖嘛 继续盖嘛 它会有一个问题 因为华雄也不可能融资给它 所以它将来也要付华雄工钱 营造厂也要付钱的 不是说继续盖 盖要钱的 它总共这个案子里面 它当时买地买了372亿 对不对 然后它总共拿这个地 跟青光银行只借了150亿 借了150亿 这150亿它还给了前面的 这个中华开发 当时欠了累积的货款 大概是七八十亿 所以它手上现金来讲的话 不是很多 大概只有手上现金 我认为大概几十亿 但当时又买这些所谓的 买这些融基率的时候 它又付了几十亿掉 因此这全案剩下现金应该不多 所以它迫切的急切的需要 需要能够申请建筑融资 建筑融资它现在不可能申请 因为扣押了 土地被扣押了 它一定要解扣押才行 我先问一个 这个小省会妥协吗 不不不 你听我讲 不是小省 我问你第二个问题 就是小省会不会妥协 对 那我问题很简单一个问题 台北地检署在这个小省这个部分 跟小省 我们讲三个人 沈青金 李文中 还有这个 朱雅虎 柯文哲 朱雅虎不重要 柯文哲 这三个人中间的整个的 这个所谓的侦查的主导权 到了台北 到了北检手上没有 到底是北检在主导 还是柯文哲在主导 你先告诉我 那谁在主导 我当然说北检先拿到主导权了嘛 北检拿到主导了 因为北检已经一个礼拜 快将近一个礼拜时间 没有传 没有传沈青金了嘛 对 他传沈青金去问吗 没有 为什么不传 为什么 他等什么 他在等李文中这边的爆破嘛 李文中这边新房一破掉 那就变成第二条线 开了第二条线出来 李文中可以提供出来 科匹收钱的 那个对接的另外一方嘛 比如我刚刚讲 中央基金会 我怀疑 我高度的推论 是那个1500万的资金 就11月1号 1500 1500万 因为我们从这个 从这个 从这个嘉义的陈董 那个300万 跟王立宁那个 不知名的金额 对 都出现在 USB的上策上 所以那个1500万是确定的 确定1500万的事情 他拿了1000万 去登记了中央基金会 对 所以那中央基金会 负责人是谁 李文中 李文中嘛 所以李文中 第一个就要面临到 你到底有没有拿1500万 对 你拿1500万 谁给你的嘛 对啊 那个珠雅虎是不知道的嘛 珠雅虎还在李文中电话里面 骂小沈太小气嘛 所以他不知道有这个1500万嘛 所以你就知道 李文中可能他们是直接 或是柯文哲 直接对接到小沈的本人嘛 那这个部分就是第一个 勾兑就成功了嘛 所以目前他现在检方手上的筹码 他有多一个筹码 他一定会不会急得要让 沈金金出去嘛 现在想出去的是谁 是小沈想要出去救企业嘛 对 检方急个屁啊 乖乖在里面睡觉 医院蹲的嘛 所以检方不急嘛 检方为什么要急呢 是星光银行的代表人嘛 所以棒打老虎鸡之仇 现在危机要用台北市政府的 这个安全来威胁我们 可是建金也就是星光鸡 在后面想要吃掉这块土地 他们的合约里面一定有这一条 当你不能弄的时候 我有一个保证完之公条款 由我星光鸡自己来负责处理啊 星光鸡怎么 而且是信托的啊 整个土地现在是全部 信托是什么意思 登记谁的名字 对 登记的名字 你去看一下所有人 你知道到网上去 到 建金公司 不是建金公司啊 是星光银行 星光银行 当然是框到了嘛 全部在银行 在这种大笔的贷款里面 不会给你什么客户留 什么余地的 没这回事 名字也是我的 建金也是我主导 通通都是我监控 我随时还可以收 抽你银根 这是银行的一贯的做法 所以如果这个案 出问题的话 星光银行发大财啊 对 星光银行就来盖完 星光银行怎么 他根本没有付钱 他不急嘛 他很凉的跟你玩这个事情 但这个事情不会发生 因为小沈是个厉害角色 对 他一定会再来救他的案子 所以我刚刚解释了半天 就是说 审刑金多睡一个礼拜 或是多睡两个礼拜 那个是检掉在整他嘛 检掉为什么急着跟你谈 你自己去想啊 因为你该讲的我已经讲完了嘛 所以他后面的一个更可能的东西 我觉得目前北检在等李文中 李文中如果今天投降的话 那个出来的东西就刚刚好 就是跟小沈对接 这两个对接的时候 因为有一个东西我们要知道 第三者就柯文哲 柯文哲在任何情况之下 有没有可能认罪 不可能 绝不可能认罪嘛 所以他检掉的侦查目标 很清楚 一定是从所有的侦查的犯罪证据里面 所创造出来的客观事实 让你法官轻松可以判罪 或是柯文哲认罪 但是柯文哲认罪的可能性不大嘛 认罪下去就是无期徒刑嘛 怎么可能认罪 所以柯文哲不会认罪 那就必须要靠我检方 所有的查出来的犯罪事实 要具体到你无言以对嘛 然后法官很轻松能够判下去 然后这个做要怎么做 这时间才在哪里 时间在北检手上嘛 现在才多少 才双十节十月十号 他九月五号才刚收押的 他又没有把他挖到什么时候 他把他压四个月嘛 四个月到什么时候 九月 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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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 他压到十二月五号 还不急嘛 所以柯P慢慢在里面蹲到 我们常讲 本来我们对柯文哲期待是 你用一个素人 你带给台北一个新兴的形象 台北一个跟我们一个新台北 搞了半天 他没有生鸡蛋 每天给我垃圾屎 我住在万华 我每天经过万大市场 一个烂尾楼 搞了半天现在金华城 也可能是烂尾楼 那金华城不但是烂尾楼 他还有公安的问题 那你说这个公安的问题 所有东西 又都是柯文哲造成的 金华广场都是柯文哲丢为台北市的一个未爆弹 超巨型 未爆弹 真的 因为刚刚前面在谈那个工程问题嘛 我补一个 就是 金华广场照理来讲 桑山的土地 一般开挖率是60% 对 可是柯文哲任内核准他的开挖率到80%这么多 80%开挖率 而且呢 他的总楼地板面积 大家以为840%已经很多了 对 他的总楼地板面积啊 建造上是25万平方公尺 换算成容积的话 其实是到了1600% 因为他加上了这所谓免计容积的楼地板 实际上他的容积率是1600% 这也太可怕了吧 所以你看那个量体是多么巨大 比起他拆除之前那颗球都还要更大 好 那现在呢 这个威京集团呢 他就说啊 我工程量体这么大 如果你不让我盖完的话 那万一发生了公安的意外怎么办 这等于直接是用霸王硬上工嘛 他的逼迫讲忘安一定要买他的单嘛 就算呢 之后呢 这所谓的收费的事情爆出来 也不能让他停工 因为一旦停工 他在威胁你说坍塌怎么办 所以你看柯文哲叙述的很精准 刀叉吃人肉 只是他柯文哲现在变成服务生啊 对 他把市民的这个百亿龙机 送到财团的桌上 然后大家一起刀叉吃人肉 你现在只有那种提示感 我真的觉得我坦在张板上 被他们割了 真的是这样子啊 所以你看现在北姐的做法 他把土地先扣压下来 他扣的其实是 他要去抓住 威京集团的这个钱卖嘛 因为他如果完工 这个土地 这个完销出去给三亿第三人 那就算有人被判刑又怎么样呢 那个钱他已经拿到手啦 所以土地的扣押 北姐跟法院他要做的是说 我让你土地现在转不出去 那可是土地转不出去 小沈他也不一定要怕啊 因为如果他很顺利的把它盖完的话 不能卖出租总行吧 出租还是可以啊 而且这个土地 这个建物盖好之后 以他的价值 他又可以去银行抵押 新的一笔钱出来 他又可以发大财 去做其他生意啊 所以接下来 这个到底是 如何的取回这100亿的龙机 就是蒋万恩市府 现在就要开始写这个剧本 因为对照起诉书的内容 他会有法律上不同的工具可以用 可怕 如果沈庆经行贿的对象 是柯文哲是彭正森 跟沈庆经行贿的对象 是基层的公务员 然后柯文哲彭正森是土地 这都是不同的法律剧本 一定要现在就开始研议 否则的话 以金华城这案子来讲 就算停止勘验 现在蒋市府说停止勘验 他去施工下来 罚他9000块而已 怎么会怕 不会怕嘛 一直施工 蒋市府也不敢给他停工 因为被他威胁说 万一产生公安意外 怎么办的时候 我就弹给你看 最终 最终就是这100亿 还是收进这个集团口袋里 所以你在法律的程序上面 你现在就要开始做布局 以对抗威京集团 未来可能会以诉讼做威胁 如果你现在不布局 随着他这个楼越盖越高的时候 生米越煮成熟饭 到时候台北市民要把这100亿容器拿回来就更加困难 不是 那柯文这比我想象的更可怕 他等于说你今天就是弄了一个 你根本就是跟沈静晶联合设一个局 你逼着台北市政府 或者逼着台北市民非买单不可 没错啊 当时这个案子在审查的时候 其实很多过程里面 那些委员都有质疑过 量体这么大 你对周遭的交通 会不会产生环境上面的各种的冲击 可是这就是柯文哲厉害的地方 他把所有责任 全部都丢给都发局 跟丢给都委会 自己呢 戴上了这个白手套之后 一副好像很干净的样子 然后做了这颗卫爆弹 留在我们台北市 就算现在东窗事发 也让卫星集团讲说 反正我量体很大 你能奈我何 这个就是啊 他为财团量身打造去 突破一切规范的 非常遏止的一个案例 不知道 这个第一开始就这样 设了这个局的 你非吃不可吗 我觉得柯文哲没这个知识 他这个饭桶 他哪里懂这个蓝松山开发计划 因为那个地区等于是我们 因为我家也住松山 那个地区我们叫做 那个蓝松山也是我们的这个 所有的成长的范围之内 那个是个老社区啦 确实 博要讲得对 你那么大的量体 要开发出来的时候 对整个 所有的交通的冲击 是非常非常大量的冲击 你要多少上 他盖的是一个什么 他盖的是办公大楼 对 办公大楼有早久晚午 他不是人住进去 都在你们睡觉 不出来 不出来了 我现在听到博要 这个要这样子 那柯文哲不是搞死大家了吗 柯文哲就是无知的力量嘛 他只想要搞钱 他不懂这个事情嘛 所以他里面有几个胆大包天的人嘛 因为我在小省拿到560的时候 我跟他见过面嘛 我用560的时候 我还觉得蛮合理 因为一般桑山560 对 就是说或是这个 这个类似桑山 这个 桑山特 这个还可以谈啊 监察院的报告里面就讲 桑山特里面 560就是紧绷了 任何比560更高 都是不合理的 对 桑山特本身 也有可能是300 有可能是400 有可能是500 看个案的评估啦 他那个乱搞一通的去搞 他送他20%容积率 那个是完全100%违法嘛 这是这个黄珊珊讲的啊 你看说25条 我市政府就有权利啊 我这整个评估完了之后 我就给你840 可是我旁边还可以给一大堆啊 因为那是整个开发案 全面性的一个蓝松山的一个 一个繁华的一个计划 拉着二搞的 突然间汉地拔冲 搞了一个建筑物高高的840 然后旁边破落户 那怎么办 那这个压迫到整个环境的发展 你知道吗 这是我们在做土地开发的时候 因为我在台开做的 都是大面积土地开发 就是专门怕这种东西 所以要平衡感你知道吗 环境的平衡感 结果他给他送的容积的概念 就是所谓的先进的一些的 一些什么绿化观念 所以乱搞一通 我觉得柯文哲主要问题是 他的无知 他对他当了八年市长 他对都市的认知 有非常非常落后的一些 很差劲的知识不足的现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